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张思玲 今天又有朋友问到美国医疗的问题 我想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件 以大家作为警戒 就是是啥呢 美国的医疗其实看起来很发达 但是有时候又很坑爹 很多朋友可能不懂什么叫很坑爹 就是我跟大家讲一个我妈朋友身上的事 这个朋友身上的事 就让大家可以看出来多坑爹 因为大家知道西方的医疗 它是以保守医疗为主 干预医疗为辅 而我们中国的医疗 基本上是以干预医疗为主 以保守治疗为辅 就是能治好你尽量先把你给治好了 能开刀做手术尽量劝你开刀做手术 但西方不一样 西方它是一个成体系的 能吃药尽量让你吃药 能维持尽量让你维持 什么时候开刀做手术 是你在不得不开刀做手术的时候 才让你开刀做手术 那这一块我们先不讲价钱的问题 因为价钱大家都知道 美国医疗很贵 但是你有保险的话就还好 那美国它是怎么完成的这一套体系呢 比如说你是一个刚来的新移民 那咱就不谈了 咱谈的是在美国已经进入 医疗保障计划里面的这些人 比如说我吧 对吧 那我是有一个家庭医生的 对吧 那我有什么病 有什么不舒服的 先去健康医生那看 然后健康医生 负责过体检 负责日常的这些东西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了 将来医生认为你该去哪个科检查了 他会给你开这个科的专诊单 然后你再去找专科医生 然后专科医生就在专科给你检查 这是普通的病 或者你普通身体上有样的情况下 如果 有人说 那如果是疾病 比如说 有些时候有人心脏病 对吧 有些时候有人突然晕倒了 或者这些怎么办 那这个就要去急诊 那急诊呢 保险也是包的 急诊 比如说打个比方吧 比如说有人在这 突然心脏病倒地了 那你刚开始肯定不知道 他是心脏病啊 你打电话 叫救护车 然后救护车把你拉到医院 以后 或者把你拉到急诊室以后 确定了你这是心脏病 那就赶紧要抢救了 对吧 然后你在进到医院的急诊室里 他给你做手术啊 这就再说了 然后把你从死亡的病院 拉回来以后 当你的病情平稳以后啊 你再出院 然后再去你接近医生那拿药啊 或者再怎么怎么样啊 再慢慢的回去做回访治疗啊 是不回医院做回访治疗的 是回家庭医生这儿 然后你医院给你拍的片子呀 把你给你开的什么各种化验结果 也会发 也会发到家庭医生这儿 我妈有一个朋友呢 就是遇到了这样一番事 这一套体系看起来可以啊 但是有时候呢 由于医院和医生 他不是一家 而且医院和医生的水平 深思不齐 他总会发生一些啊 很不好的事情 比如说我妈有一朋友吧 我妈有一朋友呢 这个姐们 她是一个开店的啊 她呢 我因为这个阿姨 我并没有见过她 我全程是听我妈复述的 那这个阿姨呢 在这个有一天 在店里的时候呢 就当时我妈也在场 就突然觉得 呼吸很不顺畅 也不叫呼吸很不顺畅 她觉得特别难受啊 就她自己觉得胸口特别难受 然后呢 她当时可能觉得没事 因为大家知道有时候嘛 你很多情况会造成 就是这胸闷气的吧 有时候你吃饱了 可能也会造成胸闷气的 对吧 有时候可能你休息一会也没事了 然后我妈这个人呢 是属于那种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自救能力比较强的吧 或者是对于这方面比较在意的 然后我妈就说 让她去这个医院看看 她刚开始说没必要吧 说这个地方应该没什么事 然后最后我妈就说 心脏无小事 你如果觉得胸门气短了 那肯定不是无缘无故的 最好去急诊检查一下 结果呢 这姐们当时就去了啊 当时去了以后 再急诊就没出来 为啥呢 医生给她拍摄片 给她做完各种超成果检查以后 发现了啊 她是这个心梗的前兆啊 我不知道这叫什么病 应该就是反正心梗的前兆吧 就是说有三根心血管已经堵塞了 其实如果在咱们中国 在没发病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对吧 那有前兆的时候 那肯定就是做一个微创呗 对吧 搭了三根支架 或者几根支架 那这个事就过去了 但是呢 美国医生呢 给她开了一大堆药 就说哎呀 你不用上支架 说支架这种东西很不好 还为缩短受命什么的 你现在要做一些保守治疗 然后就开始跟她说这个 这在咱们中国人的伦理里 是不能接受的 你明白吧 就是一听这个 这是要命的事啊 我不能去赌啊 而且你给我开这种那种药 就是让人直接就觉得 就很可怕 然后呢 由于美国是非常尊重 这个医生的意见 你知道吧 美国是只看 你有没有这个执照 如果你没有执照的话 你说什么没有用啊 医生说什么他有用 就像比如说你得了癌症 你得了什么 大家说啊 保险上不封顶的 给你批啊 你说的没错 但是有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说啊 打个比方 我是医生 他是保险公司 你是患者 对吧 OK你得了某某某癌症 医生认为你应该怎么怎么开刀 怎么怎么去治啊 医生把这个写成建议 然后递给保险公司 然后保险公司来决定 批不批你这个方案 如果是正常的 就是普通的这个啊 该批的啊 而且法律也规定你该批的啊 那他就批了 但是有一些的 比如说你得的是什么疑难杂症 比如说比较难见的癌症 诶批不批 那就在保险公司的两可之间了 和你的医生在不在啊 跟你争取的这个之间了 你明白吗 然后呢 哎 就是有可批可不批 但他批了 那他就全报了嘛 对吧 那不批了 那他就他就可能拒绝这种方式 那医生就要给你换另外一种医疗方式 然后让你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治 他就他不是就不管你了 另外一种医疗方式也是全报销 他只是说医生觉得用不应该到这一步 或者保险公司觉得啊 应不应该到这一步 这是另外一种你知道吧 然后呢 这个阿姨就是当时就死活不给他批 死活不给他批呢 然后就觉得这个是医生的建议 医生觉得你没批 就有时候这老外医生你就说不准 你知道吧 然后他就很生气 然后最后他决定不在美国治了 立马买机票回中国 然后回中国以后 直接就上了三根支架好了 然后那天我爸还说 因为我爸的那阿姨都属于二三十年啊 没回过几次国的 我爸还说 感觉在中国治这种病好神奇啊 大家都觉得上个支架好像是特别小的一个手术一样 我说确实也是没多大一个手术啊 这个如果是你心梗没发病之前 前期发现了你上个支架在中国估计也就算个微创手术 可是在美国这边可就算大事啊 就开胸又这呢 然后反正是感觉 我也是感觉 虽然说心梗这个事啊 很严重吧 但是在咱中国觉得 说话上支架 严格来讲不能算个大手术 对吧 但是在美国这边呢 就不是 美国这边就如临大敌 然后给你开一大堆药 然后折个哪个啊 反正是挺麻烦的 这就是美国跟中国的区别 就像之前呢 就是啊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比如说我之前想做那个减肥手术 减重手术啊 就是哇 如何如何 结果呢 如果是纽约这种地方呢 其实他的这个医疗保险理是包的 但是我佛州的这个医疗保险理是不包的啊 你如果想让他包 你必须得就是有用包这个的手术的保险 而且你得证明啊 你自己减了多长时间的肥无效 而且你进行了医生干预治疗 进行了心理干预啊 都不行啊 他才会给你批 然后当时呢 我的医生就跟我说 他说你赶紧回去按我说的做 然后这个东西我来给你写 我来给你写这个报表啊 我争取 我来去说服他们 然后最后呢 还是没给我批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州 他就不会给你批 他把这个东西列为什么呢 他列为减肥手术 他不认为是一种必要的手术 他列为了就是这个 叫什么来着 整容手术 对对对 他列为这个整容手术 那整容手术是非必要手术 他就不批了嘛 对吧 你像咱们中国我听说减肥手术列为 我不知道列为什么手术 但保险是包的 但在这儿不一样 这儿保险是完全不管这个的 所以说我如果想做减肥手术 那就得自己掏钱 自己掏钱就很贵了 对不对 两万刀 那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今天呢 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 美国医疗这些奇葩的地方 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可能在咱们中国看来 很那什么东西 由于他要考虑万分之一的风险 要考虑那些责任 所以说他就给你耗了 他就给你拖了 他就不给你治 然后他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反正是 有时候吧 美国这边医生确实是很托断 就是能治好的病 他托托托托托 他特色给你拖 觉得不给你好好治 他也不是不给你好好治 医生也怕担责任 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事 反正如果是医生一套医疗流程正常的走下来 那他的这个医疗水平 他的各种东西还是高的 但是有时候你就怕遇到这种比较恶硬的事了 是吧 那行 那这一期就跟大家讲到这 就是美国有些医疗的有些事 以后我慢慢再跟大家讲 美国医疗反正很复杂 有些时候就像有些人是看病吃药花钱不花一分钱 有些人看病吃药花钱 你住一田园可能几万美金 那行 那今天听到这 大家好 拜拜